大喜宝家 谁才是行家 在今天的收藏达人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 歌仔戏界的仙女姐姐 很多人只知道 她会唱歌仔戏 但请不知道 她出道是唱歌的 所以还可以说是 歌唱歌仔戏双七的 很厉害的歌星 所以我们等会 要请她秀一段 到底唱歌仔戏的唱腔 跟一般唱歌的唱腔 有什么不同 好 我们先来介绍 在今天超强大奸听团 邀请到 主要设计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总监 大家好 北市当部工会 荣誉理事长 齐思琳 秦老板 大家好 我们欢迎自身艺员 许仙姬 仙姬姐 大家好 看到你的脸 就会想到歌仔戏 真的吗 我的脸很像歌仔戏 不是 那个印象太深了 我是比较古典型的 不是 在顺着你在唱歌仔戏的那种形 那个形吗 对啊 你有看过歌仔戏吗 我当然有看过 真的吗 是我小时候看了 你听我讲到这件事吗 就是说我的歌仔戏已经很久 没有电视上做了 所以你说你有看过歌仔戏 我也很怀疑 因为我这里一八回而已 歌仔戏 风行的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看 真的 那种红道大街小巷 万人空巷 对吧 对 有没有看歌仔戏都没出门 都没要做饭 时间到就是看歌仔戏比较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你也很厉害唱歌 对 我在还没有开始唱歌仔戏之前 我是唱流行歌的 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啊 因为是妈妈喜欢看歌仔戏 所以为了妈妈喜欢看歌仔戏呢 妈妈就一直说 好 那你去演歌仔戏 去演电视 那时候电视只有一台 就为了妈妈 让妈妈欢喜 对 让妈妈欢喜 我就说好 我来演歌戏 我在电视看到 你们十个小孩有很漂亮的 最爱的 对啊 这样啦 很高兴的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演歌戏 因为我是唱流行歌的 而且那个时代 到现在已经有点 久远 久远了 对 因为我算是六零年代 出来唱歌的 对 那那时候呢 一般来讲都是唱国语歌曲 没有唱台语 是 是 是 所以要唱台语的 而且歌仔戏的台语是很道地的 所以必须要练习一下 真的要学过 要学过 可不可以秀一小段啊 我现在要来唱的 这是三辟英台的桥段 一般歌仔戏的唱法是 你唱到这四句的歌词 就要代表一个剧情 四句就是一个剧情啊 所以你说 是不是很困难 很困难 你要介绍这一段的感情 那就是要这样 四句就要 说到 都要讲这个 就要讲这个 对啊 不然讲讲这个 要整个都讲得清楚 好 那我开始唱了 好 我 Morrison's 年宅 我管尾 Yang脱和三票 我也爱 远着那个人下 我uries阿花 看我試著 collapsible 柳一海 跟小国聊天 我会經營的楼 那��西行 trails am 我是 Rose to meet you 那个真的是 很有力那个单天发出来的声音 尤其我们站在旁边听 真的会震动 是吧 那种悲戏都唱出来了 所以你在很简单的歌词里面 你要交代这个剧情是到底怎么样 我们等会儿要来听听 仙姬姐的歌声 是 唱歌是 还可以唱歌 唱流行歌 我们稍等会听流行歌的歌声 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五件 来 这个五件是 这个是姐姐的 姐姐的 姐姐的 这个是老坑的东西 真的 很漂亮 这个也是姐姐的收藏 就是姐姐收藏 这个也是很美的 起拍价165万 干币 跟这一颗很像 真的 真的 如果继续持有的话 这个 增值空间 非常大 增值的话 我就要抽一层了 真的 唱歌是 还可以唱歌 唱流行歌 我们稍等会儿听流行歌的歌声 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五件 来 这个五件是 这是水晶 这是水晶吗 真的看起来很像 很像石头 这有透度的 有 有 你看 有透度 它是叼着 中葵 中葵 中葵怎么看起来 这么磁眉善目 中葵不是 叻杞都是这样 很香的 对啊 不过这个中葵 好像是摸一个酒昂的 对啊 中葵在喝烧酒 很少看到中葵 喝烧酒的样子 这个水晶的名字叫烟晶 烟 香烟的烟 烟晶 所以它是黑色的 很像薰过的感觉 它是黑色的 就是说 其实它是有一点透度的 只是比较厚 这是水晶的一种 的一种 是 那雕刻的是中葵 是 中葵 中葵它本身是唐朝人 因为它在唐德宗的时候 种了晋士 可是在金鸾殿上呢 皇帝在点名的时候 一点到它 因为它重镜士嘛 是 一看 我看我长这么丑 是 皇帝非常的生气 就把它扁到边疆 真的 皇帝以貌取人 真是 皇帝是以貌取人 怎么可以这样子 送去边疆 但是它做人很正直 是啊 百姓很爱戴 那因为它常常除奸 除恶 对 所以久而久之 就在我们民间 就种下了所谓的 正宅 驱魔 是 它是 那我们来看这个 但是这个看起来很香 是 很多宗葵的像 很多都是有很多的小鬼在那边 是是是 对不对 那宗葵呢 有带三种东西 雨伞啦 书籍啦 还有一个就是宝剑 对 那这几样东西的时候 那小鬼都在 有的挑书 有的拿雨伞 有的帮他扛行李 大家有看过 对 那为什么这个宗葵 他旁边就没小鬼呢 对啊 是不是 一个小鬼都不见了 跑掉了 就干什么去了 出差了吗 也不是 一立一休 现在不能够 不能加班 不是 这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典故 就是宗葵喜欢喝酒 是吗 因为他怎么样 仕途不顺嘛 对不对 明明是财高八斗 但是呢 皇帝就嫌他长得丑 他就郁闷不乐 他喜欢喝酒 喝了酒以后呢 他还想什么 弄点小菜来吃 哪里来的小菜 这是一定要的 看哪个小鬼不开心 抓来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小鬼一看到 老板喝酒 很怕 大家都闪缘了 所以 闪缘点 只要是中葵拿酒坛子了 就小鬼都不见了 真的 这个大家看一下 所以啊 你知道我买了这个回家 对不对 就不会犯小人了 对 小鬼统统 都离开了 因为他看他拿酒坛了嘛 两个戏啊 都闪到没落下了 这个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故事 我买这个已经13年了 在哪里买啊 就在一个水晶店 卖水晶的 所以你很喜欢水晶盒 去逛水晶店 其实我很喜欢石头 反而这些什么玉啦 什么针石啦 我比较没有偏爱 我偏爱一些石头 你先讲你买多少钱 我买三万 三万啊 你怎么这么拔细拔细 好像自己买贵了 是啊 三万块 我说 这样不知道 有这个价值吗 有啦 担心他买贵了 这正宅嘛 对吧 当然有这个价值 而且你知道 好平安 小人都退币 三十 这个就有价值了 酒坛子都拿出来了 这个就有价值了 好来 我们来建价 来我们评估一下 请建价 两万元 这个钟葵就是 唯一的就是 标的稍微粗一点 它本身的那个水晶的价值呢 它是这样子 水晶有很多的种 比如有发晶 有晶晶 有这个紫水晶 有白水晶 什么 那如果保持是黑色的 它就吃亏了 对不对 保持是黑色 你说谁喜欢黑色的东西 而且水晶是不是我们传统 买水晶要买那个透明 像水晶球那种 然后放头发在下面 可以一根变两根 然后看是不是 有啊水晶看了不是什么 头发会变几根 会吗 会啊 我那时候朋友带我去看说 你说真的假的 放一个头发就知道 所以好像我们传统都认为 水晶就是要买那一种 其实水晶是这样子 大部分人把水晶当作一个磁场才看 所以说它可以补充你的磁场 能量 让你的运势或什么 但是我比较不大相信这个 你好 我这个了解了 没事 看到这个必小人 对对对 法力无边 好 我们来看那这一件 那些季节 这个啊 这个是去大陆旅行买的 没有什么好买的 这个看起来像这个什么 很像薑水你知道吗 薑水 萝卜不像萝卜 白菜不像白菜 像缩水的 它到底像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像小黄瓜 这个是一个豆匣 豆匣 这豆匣 可是因为它是不是扁扁的 所以看起来就不是很立体 有没有发现 不过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食材本身的关系 这是翡翠 翡翠的 有到翡翠的程度 带一点紫罗兰你看 哇 一点点紫 带一点紫 但是雕工雕的不是很好 看不出来是什么 它也是其实将就这块食材 这块食材呢 你说真的要做饰品 那个没有食材 对吧 还没有水桃 还想要薄 还想薄 没那么多 不然就有点 雕一个什么东西 你想想去台中的时候 去买这个品牌 当然去玩 就在那边 买个纪念片 对 就是这种想法 当时买多少钱 其实也很便宜 这个大概也是 一两万块的台币吧 是是是 这个就是好玩的 好玩啦 因为出国总是要买一点礼物 这个出国不一定要买这种 真的吗 是因为你在买这个东西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买东西要有学问 是啊 就是说第一 你为什么要买 你一定要有个动机 到此一游 那你就随便买一个小东西 30块 50块 100块就好 到此一游了 对 那你买一张卡片寄回去 也是到此一游 对啊 很多人这样 才20块 30块 可是你花几万块 那就不同了 对不对 那你想说 我要送给谁 比如说我要送给阿关 我就想他喜欢什么 这样 那如果刚好都没有 送给阿关我是比较喜欢 我自己选 所以你一定要有动机 然后第二呢 千万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人多的地方少去 因为人一多 人一多 妖魔鬼怪就多 就跟你说到 天花乱坠 多少钱多少钱 你就听一听 没买 怕算就买了 买回家以后摆着 越看什么 就是这个心态 这个也是被口吹 然后买的 一定是 因为带团嘛 就是让你去那边 现在很小心 如果放在家里 你会问说 奇怪 我才会买这个 对 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当初买这种东西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买东西要特别小心 所以出门 七头 有一个好心情就好 那几天要送给的好 开心就好 好 我们还想见价 来 我们来见价 请见价 一万五千元 还好 没听到啦 它真的是翡翠 但不够绿会不会 你要知道翡翠 大概有90%的翡翠的原料 是不能够做事物的 因为没熟没水头 不够绿嘛 不够绿 大概也只有5%左右可以利用 所以大部分开出来的翡翠的毛料 你一刀下去 哇 完了 里面都是白色 那个堵石那种嘛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都是白色那种呢 就雕这种工艺品 工艺品 要来片 一口腿一腿的旅客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翡翠 原始有几公顿吗 不知道 来看一下 没有被开采出来 在哪里 但是呢 有去挖 挖它的长宽高 3000公顿 3000公顿是多大 想让我们看看 67架737客机的重量 67架737 第二颗的重量呢 第二颗那个翡翠的重量 原始有多大了 174.6公顿 又更大 就是像这么大 那这颗是第二名的 要17颗这么大 的那个原始 才是那个3000公顿 17颗像挖土机那么大 对 那737的客机 要67架的重量 才有3000公顿 哇 对不对 那这一颗原始呢 它没有被开采出来 它只有被挖 挖它的长宽高 然后底部的地方 挖了一个洞 就已经很吓人了 让你进去参观 然后呢 它有把那个石胚 摩擦掉 哦 里面还这么绿耶 对啊 它还这么绿耶 但是呢 这一个发现的那个矿主 他把它捐给了缅甸政府 所以缅甸政府呢 它也没有开采 镇国之石啊 所以呢 缅甸政府就在前面 立了一个碑 石碑 然后让大家来这边参观 买门票 变成旅游胜利 聪明 厉害 超聪明 但是开采出来更不得了 不过好的东西 还是埋在那边好了 要不然呢 都到一般名字 讲 缅甸政府 对 缅甸政府需要钱的时候 是 它就很不好 不然想办法 不过辛吉也刚好谈到 唱流行歌曲 是 我们很想听听看 真的吗 你唱一段好不好 因为你唱歌 我们是听过的 唱流行歌曲 我真的没有听过 真的吗 那我来唱一首那个 现在比较很少人听的一首歌曲 《相思河畔》 那我唱给老师跟啊 好不好 好 唱给老师跟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 我要轻轻地告诉你 不要把我忘记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我要轻轻地告诉你 不要把我忘记 太棒了 怎么办 这首歌我也会唱 真的好惨啊 很棒 你怎么没有接 哎呦 不是 对啊 你有接啊 对 这样好 将会中断我的演艺失业 不会啦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件 来 这个物件是手环嘛 必喜的手环 对 很喜欢耶 必喜 必喜又称电气石 各种颜色 你看粉红色 绿色 紫色 咖啡色 粉红色 很漂亮 非常漂亮 而且光彩度也非常好 好像我在买这个的时候 在哪里买的啊 也是在那个水晶店买的 如果说 当然你要做一个手镯 是没有办法这么多的颜色 但是必喜的手镯 它的价钱就 跟这个就相差太多了 这个比较便宜 你要做一个手镯 那不简单了 那当然 因为必喜的那个圆框 没那么大 对 没那么大 而且听说必喜很脆 就是很容易 所以它到底是水晶 还是必喜 必喜 必喜是七宝之一吧 嗯 是 然后最重要的是 水晶它没有这么 这么样多样化的颜色在里面 水晶大概大部分都是透明的 或者是有的 是在水晶店买的 它就是必喜 它是必喜 对 必喜 因为必喜好像从以前 古时候就有了 就是那些飞子啊什么的 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 有颜色的石头啊 必喜现在在市场上 也越来越看窍 越来越好 是 大家都开始喜欢必喜 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多样化 然后它有些 比如说红色的 它真的跟红宝石一样 那么漂亮 对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必喜 那当初买不会很贵 买多少钱啊 对 应该不会很贵 因为以前必喜是属于半宝石 你现在会害怕 不好意思想出来 你会不会又买贵了 我啊 我其实买的不便宜 大概也是两三万 两三万不算很贵啊 两三万嘛 不算很贵啊 不贵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 应该两三万就差不多了吧 不 你看它这个不是一块必喜 它是用很多块的必喜 所以它是有很多的颜色 所以都带起来很漂亮 你不觉得现在必喜 好像倒算克拉耶 算克拉的 就是A级克拉必喜啊 所以它那个应该是没有 没有杂质 然后很完美的 很漂亮的必喜 其实你这个必喜也是很漂亮 今天很漂亮 好 我们来建架 建架一下 来 老板请建架 我赚到了 其实你为了养孩子 还到红包场去啊 对啊 就是说你打过招呼之后 他明天来 他看你上台 他会包红包给你啊 但是包红包给你 他还怕他的歌星之道 他会骂他的客人 你干嘛包红包给他 明天开始 你不要包红包给他 好 没问题 因为我明天就不要来了 压力好辣啊 它是有很多的颜色 所以都带起来很漂亮 你不觉得现在必喜 好像倒算克拉耶 算克拉的 就是几克拉必喜啊 所以他那个应该是没有 没有杂质 然后很完美的 很漂亮的必喜 其实你这个必喜 也是很漂亮 今天很漂亮 好 我们来建架 建架一下 来 老板请建架 八万元 我赚到了 开心 开心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钱老板会建八万呢 你要想以前 以前因为必喜这次 它是半宝石 对啊 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宝石 是 虽然是天然的 但是因为现在 很多的主流宝石 越来越少了 是 比如说蓝宝石 红宝石 祖母绿 它们越来越少 那又要很漂亮 又要少 现在又变成很多 有色的宝石 就航起来了 比如说 建筋石 是 是 比如说蓝宝 以前都是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 对 以前是这么炒到 又一克多少钱 对 就变成就很夯的 那我看了这个蓝宝石 这个整体 就包含它的内含物 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很漂亮的 颜色 越看越漂亮 金角 很耐看 各种色都有 对 漂亮 因为我就是喜欢石头 我觉得它也算是 七宝的石头之一 所以我当初会买它 也真的是觉得 哇 这样的一个石头 戴在手上 应该是蛮好看的 是 女生看到猪猪 就像男人看到车一样 对了啦 好 我们来看 那这个物件呢 翡翠 这个是佛手瓜 佛手瓜 佛手瓜 因为它像一个 像佛手 佛手嘛 当然就是一个吉祥物 对 那佛手瓜 就变成一个吉祥物 这是一个翡翠 好 仙琪姐 为什么会 拥有这个物件 这个是姐姐的 姐姐的 姐姐的 很漂亮 姐姐很喜欢 买这种玉 翡翠 钻石之类的 它跟我不一样 我喜欢石头 它就喜欢这种东西 喜欢翡翠 对 这块漂亮 好绿喔 油油的水 就好像披起来很好 最主要它的肿水很好 真的 这个唯一的缺点 就是稍微薄一点 薄一点吗 薄一点 它不是很厚 它不是很厚 不是很厚 不是很厚就会变得太平面 没有那么立体 没那么立体 但是这样已经很漂亮了 今天买多少钱了 23万 23万 买多久 久了 20年了吧 已经买了20年 23万 所以23万在那个时候 20年前算 开不久了 算是 大手笔 大手笔 然后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如果继续持有的话 这个增值空间非常大 真的吗 所以还可以继续持 其实你已经长不少了 但是要带 这个东西要带 要带 不要一直放着 对 不要一直放着 带着 带着我觉得它可以 这个宝石跟人 有一点互动的关系 是 你常常带 我觉得它就会比较明亮 那你就收起来 它就暗淡目光 是 这个很重要 这不是迷信喔 这不是迷信 什么原因呢 因为宝石呢 它有一些毛细孔 是 是 当跟你的肌肤有了接触以后 带着它 毛细孔呢 就会因为你的体温 或者外间的一些客观环境 毛细孔就会张开 张开 它就会明亮 是 你买了它 你喜欢它 你就要带着它 你不要把我买了 都丢在那个保险箱 带着它才是拥有它 你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面 好可怜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怎么打破了 丢掉 不要这样想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是吗 你不要带新的 可是有一个重点 不要乱买 就是买东西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一定要有 要有个动机 比如说 我今年60岁 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说 我觉得我妈妈很辛苦 我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买个东西给她 这个都是有动机 纪念性 无动机都是人家什么挑逗你的购买欲 人家挑逗你的那个什么自尊心 对 那你就买了 买了以后就回来说 哇 这个我买这个干嘛 有一样东西就是被朋友挑逗了 所以才去买 买了就现在很后悔 有在现场吗 有 等会儿再来讲 好 好 我们先来建价 到底姐姐的翡翠现在值多少呢 好 请建价 40万元 哇 好漂亮的佛首歌 而且千万说 放越久越直接 放得越久领得越多 真的吗 这个 这个是老坑的东西 真的 很漂亮 如果这件立体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七八十万以上 真的 是 姐姐也是厉害 她贪掉了 这件也是借的吗 这件又买 这件你买的 是你比较厉害还是阿姨比较厉害 我觉得姐姐比较会买 真的啊 因为姐姐买的东西都是同一家店 她不会乱去其他的店去逛 她要信得过的老板 我就比较 对 东逛西逛 东买西买 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仙基姐买的这个 这个就是 朋友也是开那个珠宝店的 去她店里聊天啊 就是看一看东西啊 她是观音的像嘛 很好 我很喜欢 就我喜欢 我就每天去啊 就看啊 看到这个 她说 你喜欢这个观音啊 这个不错啊 我说 多少钱啊 这很贵吧 因为你知道那种珠宝店都很贵 她当初跟我讲十三万 十三万 都不可能买 那是什么时候 二十年有了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很贵耶 那也是几次到她店里去啊 再聊聊天 她说你真的喜欢她吗 我就卖给你 我说我不可能跟你买这种价钱 这个这么贵 她说这样好了 我们好朋友 我卖给你七万五 这十三万倍七万五 她说卖给我七万五 我说七万五啊 她说不要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时候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我是很喜欢 对 我在唱歌我在赚钱 可是七万五对我来讲 她也是很大的一笔钱啊 嗯 我就想说 那我们叫你贪很多钱啊 其实没有耶 其实没有 其实我们刚出道 在演歌仔戏的时候 很辛苦 其实那个都是领月薪的 是领月薪啊 刚开始 到后来才有算急速 你去录一集多少 录一集多少 所以后来七万五 你就失去了对吧 虽然觉得还是蛮贵的 你给你打电话啊 你爱不 你爱我就买你啦 这是好看的东西 这个观音呢 带着老平安什么什么 这也是 他就讲 这个观音喔 这个观音 是一个薄片 很薄 那薄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大概0.2mm 就很薄很薄 0.2mm 对 然后 是跟那个 然后它挖底 挖底是什么 挖底就是说 原来没有这么厚 但是我把中间挖掉以后呢 它的透度就变好了 从旁边看 好像也蛮厚的 其实它是挖底的 如果你拿下来的时候 它后面还有一个 那个白金的那个 把它包着 镶住 对 它不让你看 如果有开窗 就打开 可以看得到的话 是 你就看到它很薄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它如果用这样子的手法 来做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 它可能要演示某些事 是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 仪器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商人挖空心思 应该就是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让这块斐去看起来 斐去看起来透嘛 你看 就这么薄 就这么薄 这个薄 还挖底 也就是说 这个厚度呢 还要再减一半 这样子啊 这些手法都是所谓的 冲头的手法 是 就是让它好看 可是它就是没有长期 增值的空间 所以 所以 7万5到底现在剩多少呢 我们来建价 建价 3万元 这个就比较差了 这个比较差了 这个比较差了 老百姓 因为那都是当初 仙姬姐 一点一滴攒下来的辛苦 所以说 店家 他要赚你的钱 他还是没有办法 坦白嘛 他就是要赚钱 但是仙姬姐 你说你那个时候 其实很辛苦 我们都原赚很多钱 其实你很辛苦 对啊 据说你为了要养孩子 还到红包场去啊 对啊 因为有一阵子 不是歌仔戏都停了吗 整个都没有在电视上 再播出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期 已经大概有十年了 都没有歌仔戏的那个演出 那怎么办呢 那为了要赚钱啊 因为外场也少了 比如说工地秀之类的 晚会之类的 也少了 唯一能赚钱的就是什么 能赚现金的就是 红包场 红包场 据说你有朋友说 去红包场 他估计你了 他说 撑不过一个月 介绍我去的那个歌星 他说 仙姬 我猜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熬不过一个月 撑不过一个月 撑不过一个月 我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我心里也在想 这个地方其实我很不愿意来 我想说我能够撑半个月 也算不错了 结果呢 结果我一唱唱了六年 那你表示 你适应力很强 据说在红包场 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潜规则 不成文的规定 那个 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客人 我不能够去就是 打招呼可以的 但是不能够有太就是联系 或者说 好像说 客人有规定好 说这个客人就是他的 那个客人就是 就是这么规定 你就不可以 对 基于他的客人 说你来捧我的厂啊 或怎样 那后面他就骂你了 红包场是没有薪水的 对不对 原则上所有的收入 都来自于你 唱歌之后的红包 我去就是 老板也给我薪水 一般来讲 那里面的 所谓的歌星 所谓的 因为其实有一些 他不是歌星 但是我们都称为 他是歌星 那他们只要做业绩给老板 就是每个月固定 有多少那个茶单 因为你进去消费要茶水 一个人300 或者是一盘水果400 那这就是他的业绩 他签给你 就是你的业绩 你一个月要做 6万块的业绩给老板 如果你做不到 你要补 自己补啊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说 我这个场地给你唱嘛 那你就是要付这个 就是所谓的业绩嘛 那当然你 你上台你赚同包 那就是你的 可是我当初去唱 是因为老板知道 我们是电视出来的 是某某的这个就是 歌彩系的演员啊 或者是怎样啊 那他给我薪水 所以他第一个月 他给我薪水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会说去 跟客人 打招呼 打招呼之类的 因为你不去打招呼 你是没有红包的 这样真的 因为客人会觉得 是你要在台下打招呼 才给红包 台下对 不是你在台上上歌 他就送红包到台上去 有一些会 唱完了 你得到下面去 social social一下 李大哥 王大哥你来了 所以这个公关手腕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一般来讲 就是说你打过招呼之后 他明天来 他看你上台 他会包红包给你啊 但是包红包给你 他还怕他的歌星知道 知道又吵架了 所以真的有可能 为了抢客人 有 大打出手 有 几乎我想 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事情 每一天 对 只是明争暗斗 他也不愿意跟你那个 很复杂 很复杂 那个场地真的是 我觉得 不过在那个地方 我真的学习到很多事情 那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性表演场 没错 那如果有一个老伯伯 就真的很喜欢你 虽然他过去是捧别的歌星的 他就很喜欢你 老伯伯很忠心喔 我跟你讲 他不会啊 他不会换的 他不会换啦 我跟你讲 老伯伯如果说 他今年他 比如说他退休六十岁了 是 你是说我 你没有 我刚才六十岁啊 真的喔 那你开始到这个红包场去听歌 你一看到这个歌星 他唱这个歌你非常喜欢 你觉得 哇 这个歌星唱歌很好 人家长歌很好看 你开始每天去捧场 每天喔 那这个歌手就是啊 你好啊 那刚开始不叫伯伯啦 叫叔叔啦 大哥啦 那你来捧场啊 就每天就陪他喝咖啡嘛 吃个饭嘛 聊聊天 就这个伯伯一捧场就是四年五年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 是 这个是很忠心的 他忠于这个 但是这个歌星是 很多个 他不是只有你这个 是是是是 那如果你去对他的客人 示好啦 或者社交 那就惨了啊 惨了 所以你刚开始会不会减到 不知道啊 说人家有这个规矩 我刚开始我进去那边 其实我 我不晓得他没有这种规定 对 一般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也傻傻的 因为我 我的感觉是 我只去唱歌嘛 是 我去唱歌有什么了不起嘛 你客人来我去打招呼 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秦大哥你好 好久不见了 是是是 你今天想听什么歌吗 我 你那个《相似合伴》唱得太好了 真的啊 谢谢那我等一下唱给你听 那这是我的荣幸 谢谢 唱的时候他就递红包了 下来 歌星就在后面骂了 他刚开始不会针对歌星 他会骂他的客人 你干嘛要包红包给他 你怎样 我觉得他唱很好听 什么很好听 我唱的不好听 你唱的也还可以 我跟你讲明天开始 你不要包红包给他 没问题 因为我明天就不要来了 压力好大 老伯伯压力好大 你说很可怜 对不对 但是 我说的 他这个并不是那些 退休的老伯伯 就是有一些 也是比较年轻的客人 那他可能会觉得吃醋嘛 好像你要占他的客人 或之类的 他就会这样子 然后背后 那些几个歌星就开始讲了 吃相真难看 我说 这什么 我什么吃相难看 我只不过 对 你不知道 整个不知道江湖规矩 对嘛 所以我 那时候我 自己觉得我 我很委屈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我要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也只不过 上台唱歌这样子 为什么要讲到我这样子 好像我干嘛了 那后来 其实是为了养孩子 对 当然 每天去工作 每天有现金可以收入 其实在那边 我也很感谢 这个地方 让我唱歌 让我赚钱 让我养我的孩子 让我认识到非常多的事情 这是我在圈内 我学不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应该在背后 或者晚上回家 在免费里面 我晚上回家都哭的 刚开始 刚开始那三个月 因为不能适应 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因为我每天进去 我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客人 就我 我演歌仔戏 我台上唱歌 我不用去应酬这些人 为什么我今天到这个地方 我要这样子 当然我心里不平衡 所以这个造成我很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我就忧郁症了 可是我不进去赚钱 我又没有办法 有其他的工作 那我相信小孩一定是 感念在心 点滴在心头 想要会有什么贴心的举动吗 对妈妈 有 我唱歌回家 他最开心就是 妈妈我帮你数红包 帮妈妈数红包 对 他那时候因为才小学 他就很开心 说妈妈今天赚好多红包 我帮你数红包 对 那当然小孩子 也知道妈妈的辛苦 因为我常告诉她 妈妈今天去赚钱 要给你缴学费 我们要缴房租之类的 所以她 对我也是很孝顺 很贴心 很贴心 没孝顺 好 这都是人生的过程 人生的过程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来 我们来看这个竹母绿 这竹母绿好美 很美对不对 这个也是姐姐的收藏 这是姐姐收藏 这个也是很美的 您这个竹母绿 我这样看我就觉得 它是非常棒的一个竹母绿 真的吗 竹母绿我们要看到 首先第一 颜色够不够浓郁 第二 产地是哪里 因为产地跟以后 它的这个增值有关系 第三就是看有没有优化 有什么人工处理过 怎么样优化呢 竹母绿最多的优化就是 净油 净在油里面 因为竹母绿 它这种宝石比较干 那多少都有一些裂缝 细孔 那你加上油以后 就觉得好亮喔 那事实上它是优化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竹母绿 是哪里的产地好不好 八字落头细 就是说它到底 在哪里出生很重要 产地他也没有讲 只是看了喜欢 但没有关系 齐老板一看就知道 在哪出生的 刚刚齐老板有讲到 那个泡油处理 其实泡油处理 它有分等级 那并不是说 泡油之后 就一定都不好 因为它泡油了之后 它反而不容易裂 它对于宝石的本身 它有很安全的一个效果在 它会黏着在一起 那我们去看 今年拍卖市场里面 这样的一颗 几克拉呢 5.87克拉 这个竹母绿也有泡油 它是哥伦比亚的 起拍价165万 港币 港币 成交 212万5千元 212万 千万的珠宝 刚刚看到这一颗 我就跟这一颗很像 真的 8900万 姐姐厉害了 这支桌子 有那种千万价值的那个 气势 这个也是姐姐的吗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 我笑成跳 我都忘了问你多少钱 我好意思讲吗 讲... 我跟你讲 要是你今天买1万便1000万 你这是厉害 我就说我不要讲多少钱 再解决这个几颗 这个五颗左右 那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真的吗 有一点点油 一点点 不是很严重 一点点油 那这个颜色 是很正统的 哥伦比亚的这个 这个 刚刚那个拍卖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一点点油 颜色 柯拉素 条件都一样 人家是200万港币 200万 你现在先跟你阿姬说一下 说你要抽 如果这个有增值的话 我就要抽一层 抽一层 好 姐姐买多少钱 你不记得吗 38 38万台币 38万 好 希望无穷 来 我们来 评估一下 请见价 100万元 哇 真的 真的 真贵 这个竹母 真的很漂亮 不过一看就很讨喜 对不对 对 很美 颜色非常的浓郁 对 竹母率也很少 就说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瑕疵 那这个已经算是很干净的 好开心 好 仙琴姐 我们来看这个鸭轴的 鸭轴的 鸭轴的 鸭轴的手桌 最美丽的 哇 这只桌子 这只桌子 有那种千万价值的那个气势 嗯 你还说很欢迎 真的 还没有进家 他就已经高兴翻了 千 今天 各位观朋友看一下 什么叫千万价值的手桌 就是这样 你看看这个手桌 你看 你看多漂亮 这么漂亮 这么绿 你看 而且透度也非常漂亮 绿油油的 很匀 而且它是满绿耶 整只手桌都很绿 是 我们要来看一下 廖老师手上的 现在要看到满绿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 不容易 11月27号的 佳士德 拍卖 只有出现一对 满绿 出现一对 哪有满绿啊 你看还有白花 这还有白花的 根本就没有满绿 我看到这个 哇 这个厉害了 拿出来拍多少 它的起拍价多少 你知道吗 500万港币 这两个 500万 一对 对 一对 所以平均一纸也要 250万港币 佳士德拍卖公司 他们有一个习惯 是 看到好东西 把你压到最低 压到最低 然后他估价的 那个範园很大 他说大概 500万到800万之间 是 所以那範园很大 让你拍下去 是 这一对没有拍出去 因为一对嘛 那一对没这么 没这个漂亮 没这么漂亮 看一下 看一下 刚刚 这个也是姐姐的吗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 刚刚姐姐那个祖母率 100万 那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在哪里买的 开心了 开心成这样 还没有尖架呢 开心成这个样子 你还没跟你说是千万呢 你就已经开心成这样 还是我们就不要尖架了 因为他这样可以开心久一点 对 所以因为他开心到明天还在笑 我回去可以买房子了 在哪里买的 建国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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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浴室买到这个 这个 我去建国浴室很多次 没有看到 糟糕我有点担心了 我很开心 你去建国浴室买 还有分两种 真的吗 我有点担心 建国浴室有分两种形态 一个是台面上桌面上的 一个是从这边拿出来 那你是从下面拿出来的 还是在桌上的 当然是下面拿出来的啊 那厉害了 摆在上面 因为这些那个观光客很多 所以摆在上面呢 是价格比较低的 主一次 我跟你讲 摆在上面是不要随便给人家摸啊 你不要开玩笑 那底下的是收藏品吧 底下是 底下都是好东西 有缘人才拿出来的 真的吧 我就说 因为我跟你讲 你买多少钱 你笑成你好 我都忘了问你多少钱 我好意思讲吗 讲人 我跟你讲 要是你今天买一万便一千万 你这是厉害啦 慧眼是英雄啊 好吧 因为那时候是跟朋友去逛的啊 然后那阵子非常流行这个浴桌 那我就很喜欢啊 那就 她说好吧 那我找一个比较漂亮的卖给你 十二万 不便宜耶 不是 不是 十二万你买到一个假的 你会开心吗 不会啊 但十二万如果买到一个千万的 千万的 那这次三个月不用睡觉了 刚刚去买房 整天去看房子了 好了 明天才开始去看房子 对啊 这个锁子真的是漂亮 龍阳正和来说 所有的条件它都符合了 对不对 所以我很喜欢啊 绿够绿 水头够好 油够油 肉均匀 这个桌子是江湖传闻的千万手桌 江湖传闻的千万手桌 在建国浴室的桌子下面 被我找到了 被我找到了 好 来 明天我一点也去 来 来 那个建国浴室的摊位在哪里 明天可能会爆满啊 好 请建价 一千元 我就说啦 那我就说他们的事 我就说我不要讲多少钱 我没有赏一下仪器 我 我就说我不要讲多少钱 讲得有够壮心 十二万耶 十二万耶 买太高了 买太高了 我们那摊明天还是要去 去城市 去冰堂 去冰堂 好 来 你看 你看 这个就 而且这个 这个冰堂 是一个老的施工的方式 是 你看 这个像五指山 对 这个就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 那种冰 冰堂的手法 这个还是旧 旧式的手法 就是 还不是新式的手法 冰堂的很冰就对了 对 很逼真 就是技术还没有现在的冰堂好 很逼真 就是不用上仪器 前老板就看得出来的 是 就我们俩傻乎乎开心得不得 其实冰堂我们用 可是我刚刚有认真看耶 是是是 又认真看 看不出有什么破绽耶 你懂吗 你现在行家了是吧 半童水 我跟他半童水比没装水还惨 你知道半童水的时候 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他在这个优化处理的时候 他用一些化学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它的毛细孔是非常大的 这样子 这样看的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不但是微 而且还加了颜色在里面 才会那么绿 再加了颜色 把它打针进去 打针 高压高温 这个加了颜色 在里面那是人的钢筋 不是我传家之宝 我就是这个嘛 我就是这个 我说要不要那个 当我的媳妇 这个传家之宝 你怎么这么说 你还要好在前面 没关系 好 谢谢辛吉姐 谢谢 谢谢 谢谢